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北京时间12月27日凌晨40,英超第15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,埃福顿队课程挑战谢菲尔德联队,最终埃福顿把握住了机会,以1比0小胜对手,获得联赛4连胜,最新的英超积分榜上,近期战绩出色的埃福顿, 一举超越了莱斯克城、曼联等球队,升至积分榜,第二位,仅次于利物浦队,此一对手谢菲尔德联队,仅积两分,排名垫底,似乎已经预定了一个降级席位,第29分中,基恩长传球,乐温漂亮的胸部停球,杀入禁区后,一脚凌空抽射,可惜偏出了一点点,第40分中,西宇尔兹松,禁区外突然,一脚远射,球赛 再次添出一点点,上半场结束,双方战成0-0,下半场比赛,继续进行,第80分中,埃福顿队,上演绝杀,西宇尔兹松,禁区内拿球后,一脚低射打圆脚得分,埃福顿1-0,第83分中,伊根的跃远距离,掉门差点得分,皮克福德高高跃起,将球党出门外, 全场比赛结束,埃福顿队,获得一场,关键胜利,一场1-0,埃福顿队,疯狂庆祝,31岁的冰岛老将,西宇尔兹松先生绝杀,和队友们,拥抱在一起嗨翻了天,这是西尔兹兹松,本赛季第二立竞球,出现在了,最关键的时刻, 当球队进球后,场边的安切落地,也忍不住高举双拳,兴奋之情,易于言表,球队在J罗,迪涅等多位球员,因伤缺席的情况下,拿到这场胜利,非常不容易,相比之下,一胜难求的谢飞尔德联队,有些选胜加双,当西宇尔兹松,绝杀后,主帅怀尔德,马上去看回放,想看看对手,有没有提前犯规之类的, 但结果是,令人失望的,在伤丁满盈的情况下,埃福顿竟然力压曼联,莱斯特成等好强,升至积分榜,第二位,简直有些,不可思议,英超大黑马,又杀回来了,本赛季出埃福顿,曾在一段时间内,排名榜首,令外界赞不绝口,不过随后,一波三连败,球队顿时又掉落到了,前六名开外,似乎现了原形, 但近期埃福顿队在老帅,安切落地的带领下,再次强势回归,连续击败了切尔西,莱斯特成和阿森纳,进入英超争冠行列,本赛季的埃福顿队,必将给球迷们,带来更大的惊喜, 安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阿老板,